他有適當的真實 但他模仿的真實 好像看港產漫畫 九龍城這麼窄的地方 四不撞 不歸側的位置 所以我就很想在九龍城裏 拍得多不撞 第一個就是 龍拳風扔了一支煙 然後拍完之後 拍攝了一支煙 阿楓是怎樣撞起來 然後拍攝了一支煙 那兩個設計是挺定當的 就是挺決定的 就是這個電影的動作很高 Tangry很喜歡動那個鏡頭 很多動作 所以很動作 黃金寶、古天樂那一代 就打一個實正一點的功夫 像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那些打法 去到我們這一代 就會變成像漫畫 正一點的打法 黃九龍眼氣功 刀槍不入 其實就是神打這個設計 滑鼓山 每一下都是真偽 用真靈 也不會透過 用真靈出世 只有他不能拍這部電影 都是不能打的 他有很多動作 我看到他真的 做得很好 其實這次大部份的醫院 都不懂得打 一打 真的 你的訓練不懂得打 很辛苦 那個雙眼其實都不是很難打 要有功底 我這次是完全由零開始 重新學習 他要求過真實感 所以我們去 其實那個月 我們去訓練 就是要練 基本的拳術 就是拳擊的東西 因為我自己動作的經驗是零 我沒有拍過動作片 那就很大壓力 很害怕 這樣 這樣 因為他們真的很貼身去照顧我們 很貼身去告訴你 你的動作 會怎樣做得好些 這麼多年來 很久沒試過看得這麼爽 很快 我這次拍到這裡看的時候 是很起初幕外 看到 每個人 很辛苦 練習成為 最終可以成為一場 很好看 有機會 準備 1 2 3 大家都一定會有 即每個人都會有受傷 這種精神拼撥出來的鏡頭 真的撥到盡 現在這個時代 在香港再拍一部動作 是很難的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九龍城寨